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现在汽车是很多家庭的重要财产 然而汽车除了要定期去CS店维修保养 同时保持车内的干净整洁也是十分重要的 下面小编就来教你几招如何保养车内环境 一起来学习吧 1.踏垫 脚踏垫是全车最容易弄脏的地方 特别是遇到下雨天 上车时很容易将雨水和灰尘带进车内 所以在车内保持脚踏的清洁干净十分必要 一般是将脚踏轻轻的取出来 抖落干净上面的灰尘泥土 再用刷子混合洗涤剂把踏垫洗刷干净 如果是羊绒或皮具垫还要使用专门的洗涤剂 洗涤干净之后再晒干 然后就能重新放回车内了 2.顶棚 车顶的清理工作就比较复杂了 要根据车顶的材质来区分采用的方法 如果顶棚是布料就使用湿润的毛巾加上专用的清洗剂进行擦拭清理 这时要注意不让水渍滴落在座椅上 可以提前在座椅上铺上毛巾和垫子 碰上顽固的雾剂 可以用柔软的刷子轻轻刷洗 3.座椅 要根据座椅的材质进行不同的区分 如果是绒布座椅可以用胆子先抚去上层灰尘 再用吸尘器清理灰尘 特别脏的地方可以用刷子加上专门清洗剂刷洗 真皮的座椅直接用湿布混合专门清洗器擦拭就可以了 4.中控台 中控台上有众多按键 所以各种缝隙中就容易残留灰尘污渍 所以可以先用拧干的湿布轻轻擦拭 再用干布擦干残留的水渍 注意不要让水渗透进各按键中 针对保养爱车车内环境的各种小诀窍 你学会了吗